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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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继续做黑苹果系列的视频了 今天大家一看是用摄像头在拍屏幕 所以就能猜到 我们今天还是涉及到系统安装的部分 要过程中要重启 要做一些不能录屏的一些操作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这样拍了 在视频开始之前 先回答几个在评论区 或者是在弹幕里 我看到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的配置能不能装 装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怎么办 或者说我已经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 那针对第一方面 配置能不能装这一点 我相信所有做黑苹果视频的 up主都很难百分之百的回答你 因为每个人也不可能 去买所有的硬件去测试 那么呢 我们就要抓住几个核心的原则 第一个一定是英特尔X86架构的CPU 如果你是AMD 也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非常麻烦 所以建议AMD CPU的用户不要尝试 第二呢就是 你如果想装10.14 就是Mohavi并且以后的系统 那一定要是A卡 不能是N系的显卡 因为不能驱动 除非苹果开放 这个是能否安装 下一个部分就是 我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么办 那这一点呢 其实和第一个方面的情况一样 就是不可能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百分之百的解答 从一个人那里 那我建议大家善用搜索 善用搜索呢 在第一期或者是第零期视频里 我已经说过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和教程 建议大家去Google搜 不建议大家去百度搜 大家想想办法 既然都玩黑苹果了吧 我们就有一点极客精神 去Google搜一下 一般在TonyMac x86或者是远景上 几乎都能找到答案 如果你关键词设定的对的话 像我回答了一些评论中的问题 也都是大多数都是我去搜索来得来的答案 并且呢很多都解决了问题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 这张黑苹果有什么用 为什么不直接买苹果的电脑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说的 苹果的粉丝 就是果粉 我几乎有苹果全线的产品 包括电脑 我主力的工作机 因为我本职的工作是搞技术开发的 我主力的工作机也是苹果的MacBook Pro 真的黑苹果主要的原因在于性能的定制化 昨天我回了一个评论 就是在 我昨天我剪了一个片子 是之前前两天去东京回来剪的片子 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的那台MacBook Pro 13寸是没有独立显卡的 用Fenocad Pro X生成 生成H264 4K 60帧的视频 生成了将近两个小时 如果用大家看到的这台黑苹果 这台黑苹果是将近两年前的配置 当时花了6000多人民币装下来的 总共不需要30分钟或者40分钟就能够完成 同时给了黑苹果给了你更大的硬件的DIY的空间 比较适合喜欢折腾的人 其实弄黑苹果更多的原因不是为了省钱 是为了有意思 并且能够随自己的心愿 因为比方说你现在买个Mac mini 它的显卡是达不到你的笑秀的 买个iMac Pro又觉得性价比太低 同时它并不是最好的硬件 对吧 那好 问题就回答到这儿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更新苹果的系统 3月25号苹果开了发布会 发布了一系列的软件和服务 同时呢他们的全系的操作系统也更新了 现在这个系统还是10.14.3 已经更新 苹果已经发了10.14.4的版本 那我们就来更新一下 看看更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我们上到TonyMac X86 去看它的updates 有一个关于10.14.4的更新说明 它告诉你需要做什么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的Clover 必须要是4862版本以上 必须要是在这个版本以上 那么如何更新Clover 我的上一部黑苹果系列的视频里面 有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去看 建议大家更新到最新的稳定版就好 然后第二呢 明确的告诉你N卡依旧是不能装的 大家不要去试了 然后之后 关于生卡驱动 如果你是用了其他就是比较特殊的生卡驱动 你要更新 如果你像我一样用了苹果的这个驱动 或者用了万能驱动 那么就不需要去做什么操作 还有就是USB的驱动 所谓这个USB驱动 主要指的是USB的这个端口数的限制的去除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去做 但是我确认了一下10.14.几的系列 应该是不需要做的 我看了一些较成文章 因为我还没有操作 咱们今天是同步的在操作 我看了一下这一系列的东西 好像是不需要做的 一会我们更新完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之后就是更新就好了 同时呢黑国小兵这边也发了10.14.4的镜像 如果大家是新安装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安装教程 把那个镜像换成这个就行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打开Clover Configurator这个软件 挂载我们的efi 然后打开它 我们确认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USB这一块 USB这一块应该是不用动的 我们一会儿装完再看看 为了安全把efi整个备份一下 好 备份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关掉 然后确认一下你Clover的版本 看到我们现在的版本本机安装的是4895 而10.14.4要求的版本是4862 也就是说我们是满足这个要求的 我们今天就不更新了 然后我们给它解除挂载 把这些都关掉 然后我们进到系统的软件更新 建议大家装黑苹果的朋友把自动保持我的Mac更新关掉 好 已经检查到了 大家看MacOS 10.14.4更新 还有这个命令行工具 我们点现在更新 同意 下载并重启 苹果把CDN和这个服务搬到国内以后 它的下载其实挺快的 大家看我现在的速度 我是北京500兆的光纤 基本能跑到将近一半的速度 我们马上就要下载完了 现在它会告诉你要重启 我们直接重新启动 然后整个的过程应该会像白苹果的更新差不多 它会直接进到这个安装的界面去 然后告诉你还有多久 然后第一个条走完以后电脑会重启 重启到Clover的引导界面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看是不是要重启 进一个安装器 我们看一下 果然大家看 它默认的已经到了Boot macOS install from macintosh HD 而不是之前的这个Boot macOS from macintosh HD了 我们选这个安装就是Boot macOS安装 我忘记开引导日志了 我把日志关掉了 就是Clover的那个 如果大家不放心 可以在更新之前 把Clover的配置文件里面启动向的杠V再加上 这样的话可能心里踏实一些 经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等待 我当时心里都想是不是要爆炸了 终于等进到了下一步 依旧是一个引导的挑 然后现在就开始系统的正式的更新了 这一块时间比较长 我们也可能会剪掉 再强调一下 如果大家不放心 像刚才那过程很慢 其实它是在跑一些它引导的过程 但是我们把日志关了 所以看不到 建议大家就是更新的时候可以把日志打开 好 这个时候呢 有区别于白苹果 像黑苹果D3桩也是 我也是发现了 除了刚才那个界面以后 它会马上重启一次 这个不用慌 我们依旧还是进这个 应该没有问题的 他就 haven't 接着陰了 我应该没会儿 看他 これ就算是 这这一块很小的 这一块很小的 第一个 又再一次看到了这个界面 这一次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一直走到头了 那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再拍了 我们会把它剪掉 直接到下一步 好 整个的升级过程应该是结束了 现在又要重启 我们就让它自动重启就好 好 充气后已经没有那个安装的引导向了 又只剩下一个引导向 就是启动苹果的系统 我们直接启动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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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启动过程就是会比你平常正常启动要慢很多的 就像刚装苹果一样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我们进来了 目前看上去都没有问题 它会自动再检测一次软件更新 是最新的 然后声音,WiFi,蓝牙都没有问题 看看我们显卡的硬件 硬件加速有没有问题 H264没有问题,撕开 H265也没有问题 4K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USB 好,USB 也没有问题 我们换到机箱背面的USB口试一下 好,下面我们来到系统的信息里 看看各种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用软件看看各种传感器工作都正常 各种监控工作也都正常 和安装更新之前是一样的 好,那整个我们黑苹果从10.14.3更新到3月25日发布的10.14.4的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我相信能够几乎完美运行10.14.3的硬件和Clover的配置 还有EFI里面的设置 直接更新10.14.4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希望大家也能够顺利的更新你的系统 用苹果的系统 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跟着苹果更新 因为它会陆续的解决很多安全性的问题 并且能提高系统的性能 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据说10.14.4对没有核显的情况 就是只有独显的情况的机器的硬件加速的支持变好了 这个回头我会找机会试一下 之后跟大家再录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的更新 那么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在我的频道里会有科技类的教程 科技产品的开箱 还有我跑马拉松的经历分享 训练的经验经验等等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再见